好 接下来我们要提醒您特别留意 不知道您在过年期间有没有吃莲雾呢 那么中立市的一个知名大卖场 就在农历春节期间被卫生局居然查出了 含有农药的毒莲雾 而且非常夸张的是 这300公斤有毒莲雾居然卖光光 通通已经被民众吃下肚 到底毒莲雾从哪里来呢 海北县卫生局朝上游追查 发现了大卖场的货源 是来自一位罗姓的盘商 在网上追查呢 是三重果菜市场的六家摊商 那么最上游现在锁定来自一个屏东的果园 现在就要从屏东果园要来追踪了 那么现在这批300公斤的有毒莲雾 都已经卖光光了 很多人担心说 如果我已经吃下肚了该怎么办呢 还好专家表示 这一次查出的这个有毒农药 叫做护泰芬 它呢是属于水溶性的 所以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代谢掉 毒莲雾300公斤 可能已经吃下肚 毒莲雾打哪来 台北县卫生局朝上游追追追追 有几家是来自于屏东的一些果农 可是那些资料因为都要再进一步查证 目前查出可能来自八家联务员 锁定屏东果园追查 中游锁定三重果菜市场 六家摊商 再透过台北罗姓盘商 卖到台北市 台北县 桃园县 新竹县 知名大卖场 自一月十号的时候 卫生局到我们卖场来做抽验的动作 那但是我们是在昨天下午才接获台北县卫生局的通知 告诉我们这批货员有问题 那我们当然也把这供应商 在卖场内所贩售的联务也通时赶快紧急下架 联务有问题 统统下架送检验 这次被查出联务含有农药护态分0.02ppm 白色结晶固体是杀菌剂对人体有害 不过属于水溶性 如果吃下肚记得多喝水代谢掉 使用前要大量清水清洗 卫生局朝上游追踪揪货手 相关单位把关不能 慢半拍以免民众再把问题产品吃下肚 终于新闻我起屏蔡孟真 台北报导